驅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攸行車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攸行車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賀物 通常將南池cho刺激地升 四處趴潮開築 喜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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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託 那让你们回味一下 谢碧瑾在介绍拿破仑 介绍凯歇门 这个怎么来 那在巴黎 也有好几个凯歇门 也有新凯歇门 在拉低放食 哇 我们又回到前面 刚刚这一个有一点乱掉 这个地方 就是凡尔赛宫的静厅 也就是凡尔赛宫里面 最美丽的一个厅 也可以说 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个厅 这个曾经他们这边的狗王 就是借贷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王储 就是在这个地方借贷 所以这一个厅是最漂亮的 我想我们的观众 应该参观过很多很多的皇宫 一定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这个静厅就是最漂亮的 这个带子有一点 有一点加大 那个有一点乱 不好意思 所以刚刚开门门 跟那个房二塞 有一点插到 所以剪接丝 有一点 加了没什么好 但是大家都真的要赶快来照相 黄尔赛宫里面最漂亮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静厅 它也叫做静厅 在这个战争厅的南边门的灰雲 还有凡尔赛最著名的大厅 也就是这个静厅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它的后花园 我说凡尔赛分散的部门 一个就是它的皇宫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后花园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后花园 这个时候没看到很漂亮的花园 已经这么漂亮了 那如果春天来 灰都要静满 也会更漂亮 所以我们春天要再来一遍 来看灰 已经灰的时候 我们要再来一遍 这就是房二塞公 房二塞公后面的后花园 你看这个房二塞公 这么大 你看看 这个法国人 路易十三 路易十四的时候 这真正没欲别说的啦 真正有够赞的啦 你看看 这真正有够赞的 今天去风尖大 今天去风尖头啦 今天风尖头 你看房二塞公 一天有多少人来 这世界的人 都一定买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不能错过 我们也一定要来 世界有地方好户 我们也一定要来户户 现在我们回到凯旋门了 你把你们最美丽的倩影留给一百年 感谢你们来做我们精彩一百年的蓝女主角 真的我常常都要讲 精彩一百年有你们会更精彩 因为有你们这些蓝女主角的出现 所以精彩一百年 要做更久要做得更好 要更尽力的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我们也会用最好的摄影师来摄影 你看整条鞋子都是商店街 都是买名牌 香榭里榭大道 看到两百相伴旁的柱子 法国梧桐 这个法国梧桐 也差不多都在落后了 有时候那些柱子都落后 也是另外一种景致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也放心那个就是阿德方师嘛 庆祝这个巴黎 法国大革命之后 建国两百年 收起的那个蒙 那铁塔在这里有看到吗 好,我们现在要去铁塔啦 好,我们现在要到铁塔了 所以又回到香榭里榭大道了 所以说到巴黎来 真的 哇,张啊,不看铁景看得很漂亮 就感觉今天去没更漂亮 但是其实你看两边的建筑不这么漂亮 每当都这样,设计到这里漂亮 很宏伟,很壮观 真的 又回到了我们香榭里榭大道 回到我们雅力三大广场 我们今天好像有点天气又有点下着毛毛雨 秋雨飘飘,秋雨飘飘湿情画意 好,铁塔在我们的前面 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看铁塔最漂亮的地方 我们的背后就是法国艾菲尔铁塔 来哦,来哦,来哦,巴黎铁塔 哇 巴黎铁塔,巴黎铁塔 巴黎铁塔 巴黎铁塔 好像我们司机也跳下来了 今天又下着毛毛雨 那个导游跟我们讲 马德莲教堂 这个马德莲教堂 这边很多都是教堂 哇,大家开始逛街了 哇,这是有名的百货公司 今天应该要去shopping一下 我们还要去老活爷百货 哇 这是纪念品店 这是老活爷百货公司 老活爷百货公司 大家来这好好买一个 法国的东西 回台做纪念 你看百货公司这么漂亮 这么漂亮 这个老活爷本身 这个百货公司就是一个艺术品 就是一栋艺术大楼 超级漂亮 非常有艺术气息的百货公司 像老活爷百货公司 located there 谢谢大家